欢迎来到娟子美食 今天给大伙分享一个土豆饼的做法 吃起来软糯鲜香 营养也很丰富 首先准备两个土豆 把外皮削掉 洗净之后切成片 薄一点更容易蒸熟 都切完之后装入盘中 凉水上锅 盖上锅盖 水开以后即时 蒸上15至20分钟 接着准备半根胡萝卜 斜刀切成片 切条以后切成胡萝卜丁 我又准备了一些豌豆 也倒在盘中 这是我买的广式腊肠 给它切成小丁 都切完之后装入小碗里 锅里少加一点油 油热以后倒入腊肠丁 翻炒出香味 接着倒入青豆和胡萝卜 继续翻炒均匀 调味我加入了盐 胡椒粉 蚝油 再次炒香就可以关火了 倒在盘中凉一份 土豆也蒸好了 用筷子轻轻就能夹烂 倒在大盆里面 找一个合适的工具 把土豆压碎 看不到明显的颗粒就行了 把炒好的配菜倒进去 加入一把葱花 充分的把食材和土豆泥混合均匀就行了 红红绿绿的 看着就很有食欲 然后分次加入一些面粉 这里也不用加太多的面粉 主要是起到粘合的作用 搅匀以后直接揪一块 左右摔打 团成一个圆球 再按成小饼就行了 做生胚的过程 可以在手上沾点水 这样就不会粘手了 电饼铛开小火 直接放入小饼生胚 选择中大火 先烙上一分钟 底部定型以后 拖起来换个面 可以看到这个小饼很软 换面时小心一点 两面都烙成金黄色 就可以出锅了 金黄金黄的 真是太香了 咱们的土豆小饼就做好了 表皮吃着焦香 里面软糯 有蔬菜和腊肠 那味道可香了 营养也很丰富 女儿一口气都能吃上好几块 做法也简单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帮忙转花 收藏 我是娟子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